大家好,我是小琴姐姐 上期我们做了炸油条 那么这一期我们用剩下的油条做油条豆腐汤 先准备几个黑木耳 用水泡发 然后切成碎木耳 再取两根油条 切成小段 再取些香菜 洗净 切成小段 还需要两颗小葱 切成葱花 再切一块姜 把姜切成姜末 把蒜去皮切成蒜末 再准备一颗胡萝卜 削皮切实备用 现在我们需要准备一块猪肉 把猪肉先切成薄片 然后再剁成馅 还需要一块内置豆腐 切成一厘米宽的片 在碗中倒入两个鸡蛋 把蛋液打散备用 现在我们做这个豆腐汤的所有配料都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开始做豆腐汤 锅烧热,倒入两层油 倒入姜末炒香 再倒些五香粉 锅中倒入肉馅 翻炒 把肉馅在锅中快速翻炒 打散炒出香气 再加些料酒去腥 把肉馅完全炒变色后 加入胡萝卜丝继续翻炒 把胡萝卜丝的水分炒出后 我们加入豆腐片 再倒入黑木耳 往锅中加入1.5公升的水 再加入一勺蔬菜精 一勺盐提味 然后轻轻搅动锅中的蔬菜和豆腐 让水完全没过 现在我们盖上锅盖 大会儿开始煮豆腐汤 这时候我们可以再调一些水淀粉 锅中的汤煮沸后 我们可以往锅中加入打好的鸡蛋液 再撒些葱花和蒜沫 然后再倒入水淀粉 轻轻搅动豆腐汤 让所有的调料都混合均匀 现在关火再撒一些白胡椒粉 再淋一些香油 香喷喷的油条豆腐汤就做好了 把汤盛入一个大碗中 撒些香菜沫在上面 再撒一些油条在上面就可以吃了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 请帮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